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德国剧作家莱辛说 走得最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 也比慢而目的的徘徊的人走得快 我们生活在一个快的时代 不信你看看身边 快递 快餐 快车 什么都在追求快 就连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 赚钱要快 升职要快 出行要快 可你有没有想过 你把生活节奏调得这么快 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人生就是一个过程 一晃就长大了 一晃就变老了 如果你还嫌弃过得太慢了 那么你就是直接往人生的终点飞奔 人生是用来享受的 不是用来追逐的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越来越发现 慢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 兵荒马乱的生活是在折磨自己 做人慢慢来 越慢 富气越多 一 钱要慢慢赚 不要拿命换钱 钱是好东西 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多东西 包括物质 非物质 但是钱也会让我们失去一些东西 例如生命 平时同学聚会 大家都会不时谈起生活 尤其是已婚有孩子的 日常开销 生活成本高 是常谈话题 二十多岁 我们着急找工作 有工作的担心失业 三十多岁 我们着急挣钱 变成房奴 车奴 四十多岁 我们着急孩子教育 怕输在起跑线上 五十多岁 我们着急孩子终身大事 成为催婚一族 而为此给我们带来的是 脱发 抑郁 爱证年轻化 有的人年轻时很努力 为了达到目标拼命赚钱 日夜加班 休息日也不放过 尽管这样会赚不到不少钱 但最终身体却垮了 还要花一大笔钱 来看医生治病 这又何必呢 钱是赚不完的 没有好的身体 你赚了几百万又有何用 有些人拼了命地挣钱 结果真把命赔进去了 值得吗 钱是永远挣不完的 赚到了钱 我们也要学会花 学会好好犒劳自己 最主要的是身体健康 人生的精彩不仅仅 只有达到目标时的满足 还有沿途不一样的风景 我们要学会享受生活 二 是要慢慢干 慢工出细活 老话说心急撤不了热豆腐 当我们着急忙慌去做一件事时 事情反而会容易出现差错 越忙越乱 越乱越忙 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虽然说其中生治 但是这样的情况毕竟是少数 大部分的人都是越急越乱 甚至导致事业满盘结束 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当你在一定时间内 要完成的事情 数量不断增多 也就预示着 你分给每件事的精力 会相应变少 自然 你在一件事情上 考虑不到的地方 也会增多 难以把事情办好 与习快速做完 不断反攻 倒不如静下来慢慢做 依次做好 越习的事情又要慢慢办 趁下心来 不要心浮气躁 真正成熟的人 都是稳重的人 不慌不忙 把事情做得很有条理 我的朋友李恒 他做事总是慢办排 很多人笑话他 模样工 以后也没有出息 可是李恒却始终 没有改变慢慢来的性格 他大学毕业以后 办喜了农家乐 因为价格实惠 他的农家乐生意 一直不错 但是随着人们对旅游质量的要求 越来越高 生意就下滑了 后来李恒去了很多地方考察 还认真思考 到底应该如何吸引顾客 现在李恒把农家乐改成了民宿 他自己设计了很多慢生活的元素 很注重装修的细节 有时候一些花花草草的摆放 都要考虑老半天 到了夏天 人们心浮气躁的时候 突然走进一个慢生活的地方 感觉是一种享受 李恒们慢慢来 为他带来了更多的收入 慢是一种享受 也是一种成功 真正厉害的人 不是匆匆忙忙上班 急急忙忙下班 每一天还熬夜加班 而是匆匆忙上班 准时准点下班 急少去加班 那些加班加点的人 并不见得就赚了更多钱 并且一点幸福感都没有 三 话要慢慢说 避免口舌之争 俗话说 两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 六语寒 一个人说话不动脑筋 总是心直口快 那么很容易得罪人 很多人在话出口前不过脑 总是急于表达 要知道 说者无益 听者有心 你急于说出口的话 可能会给一些敏感的人 带来不愉快 也会影响谈话的氛围 和彼此的感情 我的表弟大名 在参加朋友聚会的时候 对张义达说 达子 你去年和妻子离婚了 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人家都说 离婚的男人一枝花 估计你也过得很幸福吧 你小子是不是早就有女朋友了 却没有告诉我们吧 张义达听到这句话 气得就把桌子掀了 原来张义达离婚的时候 妻子和他打官司 孩子监护权归妻子 房子也归妻子 存款也归妻子 张义达欲哭无泪 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走出困境 大名这是 哪户不开提哪户 难怪张义达会掀桌子 事后大名向张义达道歉了 可是朋友之间的感情 总是有一种 说不清的隔阂 大名的话 到底是伤害到了 彼此的感情 让两个人的关系 也疏远了 两个人再见面 总是耿耿于怀 怎么会开心呢 有些话 本来是帮助别人 但是不见得 别人会领清 反而会责怪你乱说话 因为说话得罪了人 也是一件烦恼的事情 也会让自己不幸福 平平淡淡才是真 爱一个人是一辈子的事情 有的夫妻结婚是闪婚 离婚是闪离 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 还有的夫妻一旦遇到了矛盾 就火气很大 恨不得马上离开对方 幸福的夫妻 两个人都会看清楚对方 再考虑要不要结婚 结婚之后吵吵闹闹 也不会离婚 都看透了对方的脾气 昨天在小区门口 看到了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妻 一起去逛街 他们没有牵手 但是过马路的时候 男人在路口等了好一会儿 直到女人跟上来了 他才慢慢过马路 这样的一份爱情 更像是亲情 却谁也离不开谁 还有 在到马路对面的时候 男人忽然回头 看了一眼女人 确定他安全了 才继续往前走 我们常常说 回眸一笑百眉声 事实上夫妻相处 回头的那一瞬间 代表了千言万语 有夫妻的人和爱人在一起 慢慢享福 不会把日子过得一塌糊涂 两个人都老了 生活就更晚了 一起看夕阳西下 一起并肩回家 一起买菜做饭 动作很慢 但很贴心 令人暖心 有人说感情是两颗心的磨合 相处是两个人的退让 没有人能说清自己 需要什么样的朋友 或者什么样的人 能成为自己的伴侣 只有在慢慢相处中 不断磨合 最后发现真正适合 自己的人 五 慢慢想 独处是一个人的清欢 庄子说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人只有在独处之时 方能拨开迷雾 心灵犹豫无外 与天地精神往来 看清生命的真相 有夫妻的人 不喜欢凑热闹 喜欢清静 一个人越安静 福报越多 安静的时候 可以把迷失的自己 找回来 人生不再迷茫 独处的时候 往往看起来是浪费时间 实际上是在思考 在感悟生活 一个人心烦意乱的时候 独自待一会儿 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想 气定神闲 幸福自来 如果一个人 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了 那么心中的烦恼 就会升级 福气也会随着烦恼 慢慢消失 人生慢点才美 就像挑山公一样 虽然动作慢一点 但是速度比较均匀 反而比那些 小跑前进的人 走得更远 走得更稳 慢 其实是一种智慧 可以让幸福 在生命里停留得 更久一些 真正有福气的人身上都有五个慢 慢慢转 慢慢干 慢慢说 慢慢出 慢慢想 才是慢慢来 走好人生 每一步 福气慢慢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 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 每天都有 新感悟 在这里 你 永远 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